好!该国在台湾问题上说了大实话,台当局急眼了。 瑞典税务局2月28日发布公告,将对台湾地区的称呼改为台湾、中国的一省。 此举引发台外交部抗议。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瑞典税务局2月28日在网站发公告称,根据ISO国家代码,发现有的没有遵循该名称刑事,因此将从公告的第11周开始,要把台湾的称呼改为台湾。 中国的一省。 台外交部4日声称,得知后立刻指示台驻瑞典代表处全力和瑞典政府沟通,表达台湾当局绝对无法接受的严正立场,并要求立即更正。 资料图,瑞典王宫。有台湾亲绿媒体跳脚,鼓动台网友向瑞典税务局寄信抗议。 但也有岛内网友称,即便是按照台湾官方的说法,台湾也本来就是中国、中华民国的一省啊。 外交部有什么理由抗议?去年,瑞典外交大臣曾公开声称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在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相关阅读,瑞典外交大臣公然挺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中方强硬表态央视网消息,25日。 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华春莹就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据台湾媒体报道,瑞典外交大臣日前在接受议会议员质询时表示。 对协助台湾有意义且不以国家身份,参与各项国际组织的做法时支持立场,并愿意继续支持台湾参与飞行安全等领域专家会议。 表态此事的瑞典外交大臣马格特瓦尔斯特伦关于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问题,瑞外交大臣表示,对台湾期待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诉求持正面态度,但此议题仍需或是为组织内部共识,目前来看,共识似乎并未出现。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瑞典将台湾地区称呼改为中国一省。台当局急演的华春莹答,在中国台湾地区参加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态度是一贯和明确的。 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在此问题上说三道四。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